大家好,我是Den 庞坦松永蛋又写下了K-POP系历史 庞坦松永蛋的第二首全英文歌曲POT 在美国皮尔布的HAPPY排行 连续四个礼拜登上了一位 这不但是超越了庞坦在去年以Dynamite创下的三周一位的记录 也刷新了1963年日本歌手Sakamoto Q 曾经拿下的三周HAPPY一位的记录 创下了亚洲歌手首次在皮尔布的连续四周拿下一位的大记录 而在全世界也只有13首歌曲超过四周拿下一位的成绩 小时候一直觉得皮尔布的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到达的地方 现在庞坦成功了还是四个礼拜太棒了 真的感到很自豪 真的非常谢谢海外的阿民们 以庞坦为先锋 希望有更多的K-POP歌手们能在皮尔布的拿下好成绩 真的希望越来越多的歌手们能够在皮尔布的取得好成绩 也希望下个礼拜能听到连续五周一位的好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新人女团Aespa创下的大记录 昨天下午8点Aespa的Nester Labe登上了美轮24HIT排行的一位 这是SCM娱乐旗下歌手首次 也是在2020年初到IDOL以及美轮排行改版后的女团最初拿下一位的大记录 完全恭喜恭喜 SCM应该也没想到 SCM风格的歌曲会这么受到大众们的喜爱吧 希望SCM以后也能继续保持自己的风格 果然出道前被攻击的越多就越成功 Aespa 一级Eyder 今年B-HIT的YG再推出新人女团的话 真的会开启四代女团的 其实在这之前 Brave Girls的Runny也登上了一位 但是因为Runny是在排行改版前就已经发表的歌曲 所以好像就没有算在这个记录里 不管怎么样 希望Aespa能够继续拿下好成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 关于形容21跟Blackpink的差异 收到非常多点赞的留言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很中肯 推尼文是非常强势的姐姐 Blackpink是时尚的附加千金一样 这两组都是不能再好得非常完美 YG下次的新人女团会是什么样呢 推尼文如果是现在出来的话 应该会更厉害吧 在全世界 所以形容推尼文Blackpink的留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给人快感的Seventeen舞蹈 明明是13个人跳舞 拍手声拍不声就好像有一个人一样 简直就是一个身体一样 好厉害 简直就是腹肌粘贴 大方 看Seventeen的刀曲舞就会很刺激 怎么能这么厉害呢 哇 是练习了多久呢 真能感觉到快感 好的 今天呢 是最能感觉到快感测速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